我们的核定床位是48张床 但是现在进一周来 基本上每天都是加到了70多张床 所以说我们现在走廊里都是加满病人的 最近病人急剧的增多 在各个病区各个单元 好多医生的排班已经不能够正常维持运转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医生的群里面 去号召大家随于休息随于有空 就把各个病区空出来搬给顶上 用自己的时间 家里孩子六年级了 这两天也在家发热 39度多 然后来的时候才给他吃了退烧药 然后我就过来上班了 一会儿等下班的时候我再问一下 骚退了没有 是什么时候